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谁也想不到 违背联合国停火撤军协议的是乌克兰 泽连斯基公布战报 乌克兰军队已经消灭俄军9000人 俄罗斯数十架直升飞机运送尸体和伤兵 乌军总参谋部宣布 乌军从即刻起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乌军发布战报 乌军从卢干斯克发起反击 已经打到俄罗斯边境 不知道联合国如何执行俄乌停火撤军的协议 恐怕对俄罗斯是没法讲的 乌克兰军队都打到俄罗斯边境了 俄罗斯如何停火撤军 听泽连斯基的口气 好像乌军包围了莫斯科 而不是俄军包围了基辅 俄军也第一次公布伤亡人数 从这个伤亡数据看 战区不小 但战争规模不大 俄军的进攻基本没受到阻挡 很多人都在说 普京如果不速战速决 美国和北约的军援精援涌来 打成了持久战 俄罗斯的麻烦就大了 普京可能不急于打下基辅 就是让乌军来援 围城打援 最好是美国和北约出兵来战 乌克兰就成了打败美军和北约的战场 大家想想 俄罗斯空军都没出动 重武器也没用 导弹打的也不多 进入乌克兰的军队也不多 大部队都在后面候着呢 现在看 在乌东 俄军已经把乌军驱赶到城市里 俄军围城 乌军认为 利用盾牌打巷战 会对俄军造成杀伤 而俄军现在的策略就是 围而不攻 俄军不但不打巷战 而且也不打击城中的水电等基础设施 切尔哥夫市 是在俄军进攻基辅的路上 乌军拼命在这里阻打 俄军将其包围在城里 与基辅是同时包围的 四五天了 也没有发动攻城战 这是要跟乌军比消耗 俄军的进攻很突然 乌军被包围在城里 乌军的弹药食品储备 不会太充分 城市超市和家庭的储备 也就在一个星期左右 乌军不准平民撤离 如果围城半月就会弹尽粮绝 外面也送不进来 兵民争食 城里必乱 不攻自破 俄军已经应市民要求 给哈尔科夫的市民 配送食品三十吨 这应该是俄军占领的城区 乌军占领的城区 是送不进去的 也不会送 俄军还在各个被围的城市 开辟一条离城通道 市民可以通过通道撤离 乌军不准平民撤离 也会引发冲突 有人说 俄军打不起持久战 只能速战速决 是没有道理的 俄军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送达前线 从俄罗斯运来 也可就地获取 乌克兰是农业大国 粮食 蔬菜 水果 牛肉 食品 都能就地取材 给钱就是了 乌军说 转入反攻 大概是城里物资耗尽 守不住了 要突围 俄军就守株带兔 路头就打 除了战争物资 泽连斯基给士兵涨了六倍工资 乌克兰有钱吗 就是向美国要 拜登正在积极游说 国会通过一百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这个钱并不多 美国每年给阿富汗政府一千亿美元 让他们跟塔利班打仗 可能至少要给乌克兰三倍以上 才能撑得住 乌克兰还逼减免520亿美元的西方债务 美国难以答应 因此 拜登又说 泽连斯基是否留在乌克兰 由他自己决定 这是不准备给钱了 美国不给钱 乌克兰也就不打了 打不下去 美国打不下去 欧洲也打不下去 对俄罗斯的制裁几天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就涨到了2200美元 比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价高四倍 德国要改用煤炭发电 俄军围城号的不只是乌军 还在号北约 乌克兰已经出境60万难民 北约国家还不能不接受 还要痛快地接受 说乌克兰难民是百种人 民主文明 但接受难民是要花钱的 没有几国政府能掏得起钱 意大利实施国家紧急状态一年 今天斯洛伐克也实施紧急状态了 其实就是不准难民进入 同时可能取消对俄制裁 继续进口俄罗斯天然气 波兰总统杜达今天也说 波兰不会加入俄乌战争 斯林斯基说 他自己能行 波兰也不经济制裁俄罗斯 说没有这个能力 有人说 波兰等国向乌克兰支援70架战机 乌克兰空军已经去波兰接机 还说 乌克兰空军可能从波兰机场 向俄军发动进攻 现在波兰都否认了 俄罗斯对波兰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 发出了警告 坦克出现在波兰边境 打下乌克兰 波兰就是下一个 波兰赶紧转身不忍麻烦 立陶宛 拉脱韦亚 爱沙尼亚 三个波罗的海小国跳得最高 现在也不出声 消停了 知道下一个收拾的目标就是他们 有意思的是 罗马尼亚一家战斗机 在黑海突然失联了 派出一架直升机搜索 也失联了 发现直升机坠毁 机上五人全部死亡 俄军正在黑海打仗 你去那里不是找死 罗马尼亚有美军基地 住有大量美军和战机 部署了导弹 还可能部署了战术核武器 但罗马尼亚这段时间很少发生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控制黑海 从黑海东岸登陆 就是摩尔多瓦 再向西就是罗马尼亚 中间有一个德左 是俄罗斯控制区 那里的苏军解体后 成立了自己的武装 战斗力不弱 是俄罗斯的铁杆 而且罗马尼亚在北边 相邻乌克兰和波兰一样 在俄军拿下乌克兰后 罗马尼亚也是东北两面 在俄罗斯的机制下 这就是乌克兰周边的国家 德国发起了十万人的和平集会 要求和平 看起来是针对俄乌战争的 但也针对美国的 今天法国总统马克龙 又和普京打电话 还是要调解俄乌局势 俄乌关系 马克龙能当了美国的家 还有一个月就是法国总统大选 马克龙的竞争对手说 如果当选 法国就退出北约 马克龙不好好工作 普京就跟他的竞争对手合作 普京在电话里说 在任何情况下 在乌克兰的军事作战的目的 都必须完成 推迟停战谈判 争取时间的尝试 将会导致向乌克兰提出更多的要求 西方国家认为 普京表达了拿下乌克兰全境的决心 俄罗斯说了 如果北约继续干扰 不能保证对北约不发生意外事件 罗马尼亚那两架战机 是不是意外事件 现在北约国家一片悲观 担心战争进一步升级 盟友们可能会说 美国为什么不出兵乌克兰呢 欧盟也出头了 要把乌克兰拉入欧盟 没想到俄罗斯不反对 还有点高兴的样子 欧盟是经济组织 经济合作是好事 乌克兰加入欧盟 俄罗斯把天然气卖给乌克兰 乌克兰不就可以出口到欧盟了吗 乌克兰的管道是现成的 北约不敢出面 欧盟出面就已经输了一招 欧洲不敢打北约的旗号了 虎金为城 首先激发的可能是欧洲变局 北约可能解体 打持久战 俄罗斯没问题 军队挺进几百公里而已 而美国要来就是万里迢迢 乌克兰撑不下去 美国和北约也熬不住 俄乌第二轮谈判结束 双方同意建立人道主义通道 俄军也已经停火 这个消息证明 乌克兰军队确实被围城了 安排平民撤离 是俄罗斯正在做的事 给平民食物和衣物 他们想去欧洲就让他们去 这个要求乌克兰方面还真不能拒绝 他们正在阻拦平民撤离 不准18岁到55岁的男子撤离 还给市民发枪 但是如果拒绝了俄罗斯的这个要求 就坐实了乌军以平民做盾牌的新法西斯主义 乌军会继续阻挠平民撤离 但就不能不同意建立人道主义通道 当平民撤离完了 俄军发动进攻 伤亡的就不是平民 俄军就放手开火 如果出现妇女儿童伤亡 罪责也在乌军的阻扰 这么看 攻城战一两天还不会开始 要等到平民全部撤离 再等个三五天 俄军等得起 只怕城里乌军已经没有吃的了 这是俄罗斯军队减少攻城伤亡的一种战法策略 有的是时间 为什么一定要猛攻呢 就是困死他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